今天有人说呢 父母啊其实就是小朋友最好的老师 不管今天有没有送他去学校 他从小朋友出生开始呢 其实父母的教育责任就已经存在了 那今天呢我们要带你看的就是 一对在台湾自学 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父母 所教出来的孩子 他们也来到我们现场 展现一下他们的教育成果 来我们欢迎姐姐 你好你可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明秀 我三种语言 我三种语言 今年十四岁 可以用三种语言讲 好啊 波兰文 我的名字是Zosia 我十四岁 我的名字是Zosia 我十四岁 所以用了波兰文跟英文来做介绍 好厉害 那接下来是弟弟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明哲 我今年九岁 我今年九岁 那波兰文呢 妈妈的名字叫Y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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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课程好像每一个课程都有 对不对 对对对 那你平常是怎么给他们一些训练的 比如说我们在学校有教什么自然啦 有一些地理人文的一些资料 然后这些东西你是怎么教的 我们在家里还是会有数学语言 地理历史跟自然 就是像排课表这样子 对可是不一定会每天都按照课表上课 那因为如果我们做一个专题报告 那就会花比较多时间在那个题目上 所以你可能会找一个主题 对 让他们自己去研究找资料这样子 OK 特别是名秀因为他现在比较大 所以他就可以自动地做一些比较大的专题报告 这样子 好 其实这边也有一些他们在研究跟工作的一个照片 就是状况是这样的啦 就是你们自己在家里学习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 对对 然后就是找资料 这是名秀嘛 对对 名秀只有自己开始把它做出来 然后这是明哲 你那时候好小喔 对 你是在玩积木 嗯 应该是 应该是吧 应该是 然后这个呢 这个是做什么 世界地图 也是做拼图吗 拼图 这个也是 这是明秀 OK 这也是做做 这个今天有把他们的那个成品带来 我们的现场 对不对 那这个是谁的作品 我的 好 那你可不可以自己介绍 帮我们做一下简短的专题报告 简短版 这个是班马的 做专题报告 它 它 这个 它就是 很大 不要弄到麦克风 哦 好 哦 有很多耶 对啊 所以你这里面就是包含了 那个班马的各种面向嘛 你也介绍它的牙齿 对 那这个是做什么 这个是它的那个 这个是它的那个 就是有题目好 你需要回答 它就是 这个题目 这是题目 题目 没有 它是它的电脑 题目的 然后你就把它回答出来 对 OK 所以各种班马的东西 这有没有让你比较了解班马 有 你有因此喜欢这个动物吗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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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明秀你带来什么报告 哪一个是明秀的 这个 这是我的 好 你对着那个哥哥 嗯 这个是动物的细胞 然后这是植物的细胞 哇 动物的细胞 植物的细胞 这你自己画的啊 对啊 这是 没有 对 这是我自己画的 哦 对 这是我自己画的 那你有看到 这边 旁边 我会指 指给大家看 那是什么嘛 对不对 它里面 它是什么 里面是什么 那你看它这边 是英文 中文 然后再波兰文 其实我 其实我每一个专题报告 都会用三种语言 去慢慢做标签 嗯哼 对 哇 其实很厉害耶 这些资料都是你们自己 妈妈定一个题目 然后你们就自己上网去 去找出来的 嗯 其实题目是 算是讨论出来的 嗯哼 可能就是 最近有一个展览啊 或者是一本书 那里面就是有关于这个题目 然后我们就想说 哎 我想要去多研究 嗯哼 所以我就去 去研究它 嗯哼 哦 所以其实真的 我觉得你可以看到啦 我觉得 不管今天 自学这件事情 对大家来说 可能那个概念 还可能有些模糊 因为没有接触过的人 可能会觉得很陌生 很不熟悉 但是你今天看到这两位 对就是算是成果发表 所以你可以感觉到 其实自学呢 也不是 好像也不是那么困难 是可以走出来的这条路 那当然我们想要 问多一点资讯 想问那个妈妈说 这些资料呀 有很多老师是没有该 他不会教的 嗯 对他可能会不知道 该怎么样去 把这些资讯 这些知识 传递给下一代 交给孩子们 那你自己在找这些素材的过程 有没有比较困难跟艰辛的地方 我觉得现在网络上 真的可以找到很多资料 那然后也可以找到 美国的那个 所谓的K12的 每年小朋友应该学的 就到一到十二年级的 对 对 所以那边就可以找到 小孩应该什么时候学什么 那跟台湾的 这个叫什么 课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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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纲也是在网络 课纲也是在网络 所以就也会知道 台湾的学校在叫什么 那 可是我们不太会按照 你完全 真的啊 你也不是完全按照 他们那个方式来做 不是 我还是会 大概三年前 我们会 我们开始 从美国买一个 Homeschooling curriculum 就是那边是 对 Homeschooling的家庭准备 每天或者是每周 需要上什么样的课 然后我们买的是历史跟地理 跟英文的 OK 那也有科学 那然后就会 科学 就会知道 应该有 该区别什么样的姿势 不会漏掉哪一个 对对对 因为我 我还是会担心 我会漏掉某一个东西 对对对对 怕没教到 对对对 所以就会按照这个 学习 可以 那可是那个学习 当然是英文的 所以如果其他的 台湾的家庭要用 那就 可能要有 需要这方面的背景 对对 比较好 OK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两位 我想 不管是语言表达能力也好 或者是说他们应该具备的 这个年纪应该具备的一些知识也好 其实都有一定的水准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再带你来看一看 他们还有更精湛的演出 马上回来